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节目来说说有关台湾大选的内容 关于台湾大选蓝白河的破局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根本不是因为三趴六趴这样的小儿科问题 破局的真正原因是 美国白总民主党拜登不希望看到蓝白河 如果蓝白河成功 则下架民进党将是大概率事件 这当然是因为柯文哲有能力夺取原本属于民进党的年轻人选票 如果民进党不能上台执政 则两岸和平统一就很有可能发生 至少是可以停止目前台湾岛内的台独趋势 但问题是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特别是不符合白左民主党的利益 因为美国白左民主党不希望两岸统一 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 因此如果蓝白河成功下架民进党 则拜登在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会有大问题 会有大麻烦 于是他受益AIT多森伯格充当幕后黑手 出手搅黄了蓝白河 保送赖清德上位 白左民主党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 这在白左民主党是有前科的 比如二战结束时 中国的速递日本已经被打趴下 本来中国可以就此重振汉唐雄风 一举称霸亚洲 但是白左民主党杜鲁门马歇尔出手破坏 蓄意挑起中国内战 最终导致海峡两岸的分裂 设想一下 如果中国从1945年一直发展到现在 那局面是何能壮观 估计现在连美国也不是对手 白左民主党为何不愿意让中国强大 为何不愿意让中国实现统一 这与其背后的推手有关 白左背后的推手是什么人 这个不可说 因为美国也讲政治正确 有些话不可说 其实也无需明说 知道的自然知道 不知道的多了解一下欧美白左的来龙去脉 也就知道了 蓝白破局之后 民进党高枕无忧 基本上可以躺着选 赖清德预计可能拿到550万票到600万票 柯文哲民众党预计票数可能有350万票到400万票 国民党则可能与民众党打成平手 得票数叫以前会继续减少 因为老人在凋零 而手头足在增加 当然事事无绝对 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国民党火力全开 蒙打民进党弊案 则击败赖清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柯文哲的选票以年轻人为主 年轻人不会投给国民党 因此不会发生气宝 柯文哲的风格是无厘头搞怪 因此很受台湾年轻人嫌 姑且放下统独话题不论 台湾的年轻人喜欢柯文哲 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压力大 因此喜欢减压 喜欢轻松 喜欢直接而不喜欢严肃的人 不喜欢虚伪 不喜欢刻板的老人 所以他们讨厌国民党 至于民进党那边 执政能力太烂 贪腐造假 桃色丑闻不断 吃相难看 并且对待人民越来越蛮横 对弊案的包庇 越来越肆无忌惮 因此年轻人也讨厌民进党赖清德 这导致赖清德的民调一直上不去 而柯文哲正好符合了台湾年轻人的喜好 轻松 减压 无厘头 无忧无虑 不想太累 当今时代的年轻人 不喜欢动脑筋 不想思考 喜欢漫画 这倒也不算是缺点 可能还算是进步 因为更符合人类的本性 所以应该是今后的未来趋势 而智商157的柯文哲领先一步 正好迎合了这个趋势 实话说 喜欢漫画 未必就没有创造力 而一个社会只要有创造力 就可以保持前进的脚步 话说回来 现在的年轻人是有希望的 但是也并不是说他们就能搞定一切 他们喜欢活在当下 开心就好 不在乎后果 并且他们还藐视传统 打破传承 这些无厘头的桥段 真的就没有一点问题吗 应该说至少在社会的现阶段 还是有些问题的 假设柯文哲可以上台执政 那么与蓝银执政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 台湾的经济建设怎么搞 那就不得而知了 难道靠无厘头 台湾经济起飞的成就 从农业社会升级为工业社会 基本上是在蒋经国时代 国民党固然有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的坏毛病 但还是有实干的人 因为喜欢也罢 不喜欢也罢 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去脚踏实地 做实事 国民党的坠落 起因于美国强迫蒋经国 接受李登辉接班 李登辉上台破坏了一切 他搞垮了国民党 现在的国民党没有灵魂 这正是李登辉一手造成的 国民党走到现在 虽然已经是面目全非 欺婚八素 窘迫不堪 近非昔比 好在还是保留了一些好的传统 比如治理市政的能力 就当今的各种选举而言 台湾人民似乎更愿意 让国民党执政地方 这当然是因为国民党有较好的执政能力 这说明国民党还是有价值的 不会消亡 再者 隔一段时间实现政党轮替 也是有必要的 当然不能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这样容易滋生弊端 对民众不利 国民党今后的希望 不在于朱立伦这样的官僚精算师 也不在于赵少康 马英九这样的老蓝蓝 也不在于企图以阶级斗争打通 蓝绿下层草根的韩国瑜 他们实际上对于解决国民党选票 越来越少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实际上国民党的未来 不在于朱兆马韩这些人 而是在于农界先和柯志恩 这样愿意在艰困基层打拼 苦干实干 艰苦耕耘 能与基层民众沟通 能真正为基层民众解决问题 能取得基层民众信任 能为台湾打拼 能真正赢得人心 能与时代同步的实干者开拓者 他们将开创国民党的新时代 最后再多说一句 如果国民党里 再多一些谢龙介 柯志恩这样的党员 那就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去和民进党竞争 也就根本不需要和柯文哲 这样的无厘头去合作 美国白左民主党 就是想破坏 也无从下手 好的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